以我跟我忠誠手下的力量,我們絕對可以過上合佛的身門 我不知道我兒子會不會原諒我,但重新開始應該不會太遲 Hello,大家好,又回到Pokemon的激進洪 首先看看我的隊伍,是沒有轉變的 不過LV上升到現在最高的上限 現在這個劇情中79,就看看有沒有機會打贏 如果還是打不贏,我真的要想下一個精靈選什麼比較好 因為實在我看過,周圍的重都沒有哪隻有火系 就算是火系都不快,像炒豬那些燕武王 進化了都不快的一隻精靈 所以其實你有火系都沒有用 因為我要有一隻要麼就很快 要麼就有能力加強變化,高速移動,龍武那些都有用 可能龍系都可以,但周圍都沒有 好,首先我們先試一試,想一想第一隻 長毛匠第一隻 長毛匠我們繼續用這個昔夜王擺頭 昔夜王擺頭之後再用能量球打 OK 對了,這裡直接能量球 我這裡還是用能量球 咦,這次換黑魯加 竟然換黑魯加,我有機會比他快 其實有機會 Mega進化我都 突襲啊 嘩,我真的猜不到,這次竟然用黑魯加 我這裡第一次用能量球,第二次用飛躍風波 這裡又換迷Q,這麼古怪 但是不要緊,我們這裡也換兵砌我出來 然後用急凍拳 兵器 急凍拳 好了 神速,長牙珠 基本上降矮,降矮就沒得打了 降矮可能要換一換重 降矮 還是要放棄,能不能放棄我呢 其實 先來電磁波 避過了攻擊,不是吧 只有90%都避到 不是,只有10%機率都避到 這裡我們用暴世龜 暴世龜用岩石打磨 避過了,nice 這裡用雙眼投場,可以秒過去 OK 這裡應該可以快到黑魯家的 因為我誠意的速度 除非他用突閘 嘩,眼睛慢了 突閘 OK 什麼都看不到 什麼都看不到 但是我終於知道打贏了 OK,來吧 下一個 下一個也是相當麻煩 我們直接用Mega進化的飛躍風暴 好 我們來個飛躍風暴 看看可不可以一下打得死 暴力無雲 好 對面就會開氣面空間 如果這一發可言能夠打得死他 就可以令他不用開 但如果打不死就要用電光石火打 OK,打得死 下一個大嘴 嘩 我這裡也扣了突攻 所以我們都不可以留在這裡 要麼走,要麼就死 那這裡可以 他應該會Mega進化 我覺得這隻 我們直接來個飛躍風暴 Mega進化 都是有機會突閘 躲個尿攻擊 好 還要讓你開一下劍武 真的不值 這一下 OK 這一下也OK 那這裡我們要計算一下 照道理來說應該大嘴彎會快一點 我覺得我真的怕怕的 想Save 好 我們用起死回生 照道理他是比我快的 因為我沒有練到 我沒有什麼練習速度 對了 那我們試試起死回生 我快一點 唉 這就試了 他應該有特閘 有先制技 對 有先制技 所以我們一開始不可以用起死回生 我們一開始用劍咪 要麼用近身拳擊 近身拳擊 好嗎 唉 很多人在想 其實寶貝打得死 可以 OK 不錯 是一個好的開始 烏鴉 頭頭也是相對麻煩的精靈 很大機會他會直接用 他一定比我快 我覺得 因為應該會用加速的烏鴉 還有我的個體值也不厲害 這個真男人 所以應該可以直接用起死回生 對了 他用特閘 這裡打不痛 應該一半左右 會心了 其實我這一刻也不痛 真的 那總之用近身拳擊 我們岩石鋒用 打死 超鐵暴龍 超鐵暴龍 超鐵暴龍一定是打不死我 不不 應該說一定打死 但一定比我慢 我們近身拳擊 OK 打得多 他用了什麼 他用了什麼 要怎樣保險 然後暴細龜 用了水流獵婆 可以完場 是不是完了 這裡 不錯 這裡 雖然用了一次SL 但是一次而已 你可能是我見過最強的訓練家 或者你可以說得通 如果他對我們有信心 就好了 但他不會聽我說 我也不是 但我們還是很擔心他 被添麻煩 我們很抱歉 搞什麼 這麼乖 突然帶著你挖 我很想道歉 但我知道太沒用了 你燒了 我就知道跟我來 這個是不是剛才黑露教 如果他在做一個我認為他在做的事 你就有麻煩 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但我們對你有信心 不求你阻止我們的腦袋 祝你好運 說得好像送我上地獄 送我上路 你先幫我回血 這裡會不會又再... 嘩 為什麼有隻長耳兔在這裡 70隻長耳兔 這裡很明顯是 求你阻止 大哥 這裡很明顯是 一開頭 剛才那隻是沒有隨機到 出一些正常精靈出來 敵豬吧 尼亞綠莎石 但我不知道在哪裡找尼亞綠莎 找尼亞綠莎這隻重 應該更加稀有 在這遊戲裡面 極度稀有的精靈 高級球 全部都是頭蓋龍這一閘的東西 這裡嗎? 超夢夢嗎? 怎麼阻止化 我看來你又來阻止我 不幸的是這次你不會再是英雄 你來得太遲了 超夢 你是我的 你喵 去掉大獅球 哈哈 我們的科學家製造的大獅球終於完成了 將這塊我們努力打造的Mega石 我無敵了 知不知道我有Mega超夢 你還敢阻止我這個無禮的蟹子 嘩 事情已經失控了 這裡 你們好 我們來幫忙結束這個混亂的冠軍 無所謂 還有超夢的我 是沒有辦法被人阻止的 好險 我來的時候沒有通知你 所以我沒有戴上 最好是你要幫我一把 打我吧 瞬才 我會沒有血 嘩 卡牧蝶蝶 他有幫我回血 嘩 他有多路 嘩 嘩 全部都適合性格 我好想要 嘩 這隻好命的是Mega石 Mega石 然後飛行的沖射吞狀 80的頭巾蝶蝶 80的卡牧蝶蝶 卡牧蝶蝶就是妖精 是 再加超魂力 而頭巾蝶蝶就是 惡系再加 惡系再加 惡系再加什麼 忘記了 嗯 其實我都沒什麼好處 蝶蝶蝶 嘩 我要搞搞 我這裡要設一設位 沒理由暴世龜 會死 但不要緊 我們照打 這裡 我們先用飛翼風暴打卡牧蝶蝶 他有多龍應該會直接打卡牧蝶蝶 全場有機會我是最快 或者多龍 我選一個 我最快 被過鳥攻擊 完場了可以 光場 光場 光場認的是什麼 氣魄防守 又是這招 有機會死了 我的蝶蝶王 還沒死 急凍拳死了 好 完場 回去了可以 幸好這裡有save 哎 神經病 嘩 燈罩野菇 好 讓我先想想 可以怎樣打呢 我派什麼精靈會比較好呢 好 我想一想 可能會用導電飛鼠擺在頭 導電飛鼠擺在頭 導電飛鼠擺在頭 因為他的速度都比較高 所以 都有用 那 4個其實都要的 那 接著打擊鬼 因為打擊鬼擺在頭 可以嗎 他有隻 頭巾運運 頭巾運 應該是惡格鬥 所以是 4倍妖精 或者是 格鬥都痛 所以我們帶打擊鬼在頭 然後導電飛鼠就擺在 第二格 4個王 放第三 OK 雜事先這樣 因為他有精神場地 我們的兵砌和大羅犬 很難拖到五彎 然後用他的先制技 所以我們這次完全不帶 完全不帶 OK 來啦 好 這裡我們可以直接用電磁波 摸一摸 卡布蝶蝶 因為整個 我想對面最麻煩應該是卡布蝶蝶 頭巾運運 就比較輕鬆 氣把防守 有機會死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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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頭巾運運 應該是會用兵拳打那隻導電飛鼠 有機會 咬碎 咬多龍 OK 那多龍死當然要 蒂雅路卡 那如果用蒂雅路卡的話 其實我可以直接用空氣離印 扣一扣對面傷害 或者直接放電可以嗎 算了 不好了 我們用空氣離印吧 對了 這裡蒂雅路卡 希望他打左手面 他有沒有技能打左手面 霉心一擊 食果神 OK 加龍光炮 很明顯是打左手面 對 左手面 有沒有機會死 我覺得應該未必死 欸 好吧 蒂雅路卡厲害 好 吸收拳就不死了 沒問題 蒂雅路卡的輕鬆 嘩 龍頭地鼠 龍頭地鼠要靠他打 那我這裡 電磁波是頭巾運 雖然我 有機會頭巾運運 是脫皮特性 但我們都要照放 但我不太記得頭巾運運的特性 是什麼 那蒂雅路卡應該會動 嘩 打死我 OK 可以 帝雅路卡 希望我可以打死龍頭地鼠 龍頭地鼠 動電飛鼠已經發揮了他很大的作用 噴射火焰 都可以的 喂 靈火一發煞 急收拳沒問題 撐一順 欸 OK 班格拉現在出催殺 這裡可以 噴射火焰 為甚麼 噴射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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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步驟就使用了這個Mega石 進行了這個Mega進化 變成了這個Mega的步驟 這個時候班格拉再次使用龍武 龍武已經開了兩下 所以速度上來說 班格拉有機會已經是最快 現在 步驟營開了一個地震 不知道可不可以清掉這個班格拉 應該是可以的 輕輕鬆鬆這個地震開得漂亮 而頭巾運運也中了這個麻痺狀態 他會不會受到麻痺狀態 而沒有物體動動呢 我們儘管看看 是用急動拳的 這一下急動拳 無疑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因為步驟營是會四倍的兵器傷害 但是可惜不算太痛 OK 我們看看頭巾運運 以及步驟營怎麼打 以及對面還有沒有精靈呢 對面還有精靈 原來還有一隻超夢 這隻應該就是 就是坂木所說的Mega超夢夢 我們看看步驟營可以怎樣打 這裡是用了MegaY石 MegaY石就是這個形態 因為超夢夢有兩種形態 對方超夢夢竟然使出地裂這招的招式 這招地裂的招式我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據我所知地裂是一招一擊必殺技能 但就不是那個動畫 你每次可以戰鬥精靈你輸了 難道這裡沒有幫我回血嗎? 沒理由 但之前也有幫我回血的 不是嗎? 看看 其實這裡我們有機會贏 真的沒有幫我回血 但剛才為什麼有回血? 難道我錯了嗎? 因為我剛巧我三隻有回血嗎? 唉 這樣就馬上蠢了 我們要回去回血了 我們 Dyla這裡明知要打大佬 你幫我回一回 阿道 竟然幫我回 搞到我做裁判後面 其實這裡有機會打贏 首先我們一定要電磁波 卡牡蝶 多龍就開了這個光場 這個光場導致對方用氣派防守打不死我 而我也很順利地開到這個電磁波在卡牡蝶 而頭金雲雲應該是打多龍 而Dyla就用了Dyla就用了Dyla出場 這個時候我可以用的空氣利印刺一刺對面 但其實可能不用 Dyla本身很高特攻 應該一發可以撞死 他有加龍光炮應該可以秒殺 我們直接用電磁波電頭金雲雲 好 我們來看看 加龍光炮應該可以100秒卡牡蝶 對 因為他是降屬 一來 二來他的特攻非常高 希望他麻痺 頭金雲雲 但可惜沒有麻痺 OK 但不要緊 龍頭地鼠 龍頭地鼠其實這一彎有機會打到我 所以我這裡可以守護 讓Dyla打龍頭地鼠 OK 岩石方 因為剛才試過 知道他有什麼技 噴射火應該是打不死的 還是可以呢 好似可以 好似可以 好似可以吧 可以的 OK 可以了 頭金雲雲應該都是吸收拳 應該都是繼續 沒錯 富敵 富敵 富敵那就是打我 富敵 我們來個空氣利引 空氣利引 或者電磁波 先電一下 因為我不知道富敵會用什麼 其實富敵有機會用了超能力的技能 打了全場 為了慎防下一彎打不死 我們用電磁波 其實我想用空氣利引 嘩 打到我那裡 不是我打全體 但是Dyla打得住 Dyla打了富敵這裡 就只有一隻頭金雲雲在這裡 可以的 我打不死 只剩一隻報榮魚 對 只剩一隻報榮魚 我們要用四彎王上場 四彎王上場 兩個能量球 他有什麼技能 先看一看 偷看一下 他有地震和寫身衝撞 應該是寫身撞撞到我的頭金雲雲 那我用能量球 打到我的富敵裡 因為我是最快的 沒有理由他快 有機會撞死 寫身撞 對 飛行技能 因為他是飛行皮膚 好 這個時候對方出超夢 班吉拉 班吉拉其實不用管 我們最主要的目的 可能是先打一隻超夢夢 因為超夢夢是最麻煩 而且現在吹陽沙 報榮魚有什麼技能 報榮魚應該直接開地震 不過我直接用飛葉風暴打一隻超夢夢 OK 今場很有計劃 很有機會 看看超夢夢有什麼技能 我就飛葉風暴打一隻超夢夢 起碼也有頭一半 這隻超夢夢 OK 看看報榮魚 報榮魚應該是很快的 打我 OK 打我 OK 打我全體 但是有光牆在這裡 有牆在這裡 撞住 撞死他 你怎麼會撞左邊 你聰明一點可以嗎 用一下腦可以嗎 你怎麼會打左手邊 對呀 顏斌好 只剩我一個在這裡 我這裡開地震 其實有機會震了兩隻 會不會震死兩隻呢 他這裡超夢夢比我 班吉拉就慢過我 但是超夢夢一下 他一下子撞過來 其實我已經半死了 有機會 或者一半 光牆 光牆都沒有死 光牆有用 但是他有超能力技 唉 死了 這樣就 如果這個法可以一下子打死班吉拉的話 那也好一點 如果打不死就真的麻煩了 好 我們來看看 能不能一下子震死班吉拉 超夢夢一定會死的 班吉拉就難一點了 死了 他在這裡吹沙布死了 哇 弱點保險 為什麼不用捨身撞撞右邊 撞右邊我贏了 道 你是什麼冠軍 我們不要大眼打 直至用頭帶 講究頭帶 講究頭帶 就肯定可以一下子打死人 但是我們要慢慢打 OK 來吧 繼續 好 那我們繼續 電磁波的卡牡蝶蝶 一樣打法 OK 他出了這個DL卡 我們電磁波頭巾運運 DL卡一個光炮射爆 卡牡蝶蝶 OK 麻痺了 這裡再開守護 一樣 一樣玩法 吸收拳 這個時候就應該是打死我 我可以用 其實我可以用放電打全場都可以 好嗎 好嗎 不要空氣利引 免是TK 不要緊 為什麼你會打右手邊 有點過分 打右手邊 我們Mega能量球 先打一隻負敵 因為負敵很高傷 打不死 想到大麻煩 還要用急動拳 大麻煩 這裡有機會 有機會輸了 這裡我一定要開地震 這裡照開先 因為DL卡應該比我快 啊 DL卡這麼慢 怎麼瘋了 Staylan整場震殺 唉 真的 真的鼓勵不到 剛才那裡 這個雙打真的難打 繼續繼續 電磁波卡牡蝶蝶 結了兵 好了 20%機率都結了兵 沒辦法 馬上來過 電磁波卡牡蝶蝶 蛤 多龍死了 剛剛被人爆擊 剛剛 哇 阿道 再打幾次 你又拿樓灘 OK 起碼防守 電磁波 急動拳打我 OK 這裡打我的話 多龍沒有死 整件事又去了尷尬位 我們來個守護 等多龍死了 我們必須 開了反射牆 nice 這個時候 打死多龍 他會帶一隻 帝牙蝶蝶卡出來 我也有電磁波 買一隻頭巾蝶蝶 那就完美了 加龍滾炮打左邊 適合 這個開頭OK 非常之美 然後死翼王 Mega的能量球 打負敵 但是打不死 唉 真可憐 只要是飛躍風暴 對 算了 也沒有能量球 免得飛躍風暴 因為球兩名特攻太傷 打不死 會心一擊也打不死 原來 他有一血筋 OK 也可以 那我這時候 我用飛躍風暴打 頭巾蝶蝶蝶 直至秒 能否秒到呢 應該是有機會秒到的 好 飛躍風暴打在右邊 秒不到 但是不要緊 十萬馬力 搞錯 唉呀 那這裡這樣就很尷尬 因為他步驟完 一定是打在右手邊 你不會又撞左手邊吧 那我飛躍風暴打左邊 我覺得他會開地震 開地震 好 震了全場 殺了 殺不到那隻 我殺不到我 好啊 這一下 這一下漂亮 我劇毒超夢夢 這一下 這個血量控制得不錯 我應該是夠快的 劇毒倒也是一個 bonus 還有超人力技 寫身撞 撞死了一隻 有水盡 撞死了一隻 那隻叫做 麥瑞亞 超夢夢 這個時候其實可以用地震 但我怕地震打不死 其實如果用近身拳擊會好一點 一拳一定會打爆 而頭巾運 照道理 他不會打我剩下十幾拳 所以我用近身拳擊打左邊 他沒有一血跟的 不會一血跟吧 麻痺了 完美 可以殺了 贏了 這個翻譯 水艦隊的版本 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翻譯 什麼啊 沒有可能的 因為勝利你獲得了一隻25600 昨天超夢都輸了 竟然輸在你們手上 喔 真好慘 那天超夢 統治世界原來只是一個夢 唯有這個拋棄了家庭 拋棄了妻子 甚至可以騙銀 反而又有妻子 最後我在西伊份公司失敗了 但我都沒有放棄到 我承認我是沉沒成本 謀論的受害者 但我為這個已經放棄了擁有一切 老大 喂 是你們啊 你們港部 不是一切 sir 你俗是我們 sir請對我們有信心 我們港部 我們同金共赴 老大 你可以依賴我們 即使是小小 你在懷疑我們的忠誠 自從你收留了我們 那時候還是卑微的孩子 無家可貴 你是我們真正的家人 而且不單單是老大 雖然不同意 你所做的一切 但無論如何都會支持你 你們好抱歉 我的野心蒙蔽了我的雙眼 你們不單是家人 我們已經 什麼 超募竟然從我大師球走出來 你怎麼叫我 當你值得的時候請回到我身邊 到底什麼 是什麼蒙蔽了我的雙眼 這樣的力量 他將我們趕出了他的地盤 或者我的大師球有缺憾 更加重要的是 超募認為我是一個不值得的人 還有 他在跟你說話 或者他在等你成為冠軍 那你也知道 大哥 翻譯完 就是一個難得一次的經歷 是受扭轉局勢 以我和我忠誠手下的力量 我們絕對可以過上合法的生活 我不知道我兒子會不會原諒我 但從新開始應該不會太遲 反目 我不知道你有可能改正 但我相信應該給人一個機會 希望可以見到你好的一面 我代表精靈聯盟都會密切關注你 唉 我可以向你保證 總之這個感覺就在你手中 哇 超夢石 多謝你兩位幹部 這個競新開始 多謝你 當你成為冠軍希望可以再見到你 哇 我就一切心表感虔 而我知道這個空洞的道歉 照顧好你自己 我要將管主職位交給其他人 如果你遇到額銀 告訴他我好抱怨保重 這個不是很奇怪的事嗎 或者呢 或者不讓他走劫名字的選擇 不過我確實感覺到他恢復了理智 或者太天真了 不管怎樣說 多謝你今天幫助我 報榮員 他確實看到額銀這個名字 實際上我遇到一個朋友幾次 他曾經是一個自大的訓練家 但現在已成為一個令人敬畏的訓練家 他確實好像他的父親 保重了 我們很快去精靈聯盟見面 好厲害 火子兵也有改邪歸正的一天 這個劇情挺有趣 真的不再是反派 竟然說出什麼 說出什麼 我要憑著我們三個人的努力 一定可以過上合法的道路 不錯不錯 好 今集時間先打到這麼多 這個雙打都挺開心 因為那個隊友終於是有些用 雖然最後有一次打錯了 但也是一個挺好的 他是挺厲害 靠他打贏的 好 今集的激進同時 就是這樣 我們下集再見 喜歡的話記得按個like 還有記得按訂閱 喜歡的話記得按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去支材 然後麻布 我稍為